環保大自然 今天草菸要帶大家 體驗不同的住宿方式 我們來到是南投埔里 鯉魚潭旁 占地有兩甲的超大露營區 這裡的營區主人別具巧思 把這裡根據當地的自然造景 做規劃 做成不同的露營特色 走 我們現在就去找營區主人 許大哥你好 小燕妳好 你這裡走進來真的好大喔 這裡就是你的露營區對不對 是的 沒錯 可是就我所知 你原本是經營這個果園耶 你怎麼會想說要來經營這個 露營區兼民宿的一個概念這樣 其實有鑑於說現在週六週日的 父母都會帶小朋友一起出來玩 所以的話我們當初的營區的規劃就是說 希望能夠讓更多人來體驗這個大自然 還有火源有機農生活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在把這個營區再做一個新的變化這樣子 那很多露營的人他可能沒有經驗的話 來到這邊你會提供他什麼完善的一個需求這樣 如果他是完全沒有經驗的話 我們當然我們就會有基本的那個露營的裝備的出界 然後還有一些相關的搭飾啊方面 我們都會這個方法都會提供給他 他有任何需求我們會盡量達到他的滿足 來到這邊的話可以多參與這種親子的活動 不要說一天到晚大家 可能都市人或小朋友都在家有點滑平板啊玩手機 但是我是希望說他們能夠來到這邊 就能體驗大自然的活動 譬如說去採採果啊 或者是採採草莓等等之類的 看看櫻花嘛有育於身心的發展 營區的一個規劃分布喔 那哪一區他的特色是什麼 對客人在選擇上他要怎麼選擇 因為我們一般的A區的話 是我們最大的區塊 然後A區的話他有分棚架區 就是他上面有棚子的 錄影的朋友怕下雨天的話 他就可以選擇那個部分 然後或者是他外面的話就是草地的部分 然後B區跟C區還有D區 這三個區域就是可以提供小型的 包區的服務這樣子 然後乃至於像櫻花區的話 就是因為它上面的話 是櫻花季節開放的時候 開頭就可以看到櫻花啦 真的很棒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像我們A區的話 就是有公駕的 那就是也是適合一個小型的 包區的一個方式這樣子 我也很歡迎說大家可以帶一些毛小孩 大家一起出來玩這樣子 聽完園區規劃的詳細解說之後呢 我們要去聽聽看露營客 他們在這邊的心得喔 這裡就是山上就是空氣好 然後就是有一些周邊的設施啊 像小朋友玩沙的地方 叫沙坑啊 這個地方你這樣看過去 其實像早上剛早上起來 那個山欄的那個狀態 就讓我們大家就感覺很舒服很開心 這邊露營的話就是它的衛浴設備那些也都是很乾淨 主人有提供很方便的那個電力跟水的部分 最重要的是在這邊還可以有熱水澡可以洗 可以自己採草莓啊 然後可以賞櫻花 哇好大喔 好甜喔 那大家在講農莊喔 還可以來採草莓 好有趣喔 對啊 我們這邊的所有的草莓都是以有機的方式摘種的 所以是可以直接採直接吃的 對而且現在剛好是草莓盛產的季節 所以我們這邊園區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草莓 那如果不是草莓季節來也不用擔心 我們還有其他的水果 像是很好吃的小番茄 對那如果說不是草莓季節的時候 然後來這邊露營的朋友也可以到我們的果園去做這些水果 體驗一下摘果的樂趣 我們本身露營區的景的位置又在於一些著名景點 像是晴敬啦日月潭啦澳萬大 我們都離這些著名景點都非常的近 然後加上呢我們這邊又可以連結 我們這邊連結到市區也是非常的方便 那如果大家覺得晚上啊在這邊覺得有點無趣 想享受一下埔里的夜生活 那我們這邊離埔里夜市也是非常的近 對所以說連晚上也不用擔心說在這邊太無聊 對還是可以出去附近走走的 那像老人跟這個小小孩的時候 他們進來這邊露營可能有時候會不太習慣 那這時候你會怎麼來協助這樣 這個部分的話我們有提供那個我們牧屋區這邊 可以讓他們來住宿啦 就是因為一般的話現在很多人都希望說可以帶著父母一起出遊 或者是他們朋友的話有一些比較小小孩的話 他們就可以入住我們這個牧屋區這個部分 這邊的話就是我們在後面這個交易廳的部分的話 可以讓一些老人家在那邊泡泡茶啊 前面的部分的話還有一個偌大空間讓你們在那邊烤肉啊 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額外的一些活動 哇太樂活了吧出門度假選擇露營的方式也是一個很不一樣的享受喔 雖然呢結束之後要收拾上棚清理環境是很辛苦的 但因為營區主人呢在這邊的貼心服務 也讓這一趟旅程真的感到非常值得喔 謝謝大家